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问个05年的属鸡的男孩 看耳朵 属鸡的是吧 对 有耳朵 出毛病了 里面有浓水 有灵性 在头上 经常嘴巴里会乱讲 对 这孩子调皮很调皮 脑子还是蛮清楚的 对 很聪明 很聪明的 对 你们好像培养他念经了吗 是 他跟我念经 会念经的 对 我看见他趴在佛台上 你们这个佛台太 太脏了 水杯啊 这么大 水果呢 这么小 哎呦 靠着窗户 是 房间比较小 对 你的儿子我告诉你好吧 好 有一事做过 出过家 哦 这样 嗯 出过家 但是没修好 哦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明白 你给他好好念经 你给他拼命的念大杯咒 耳朵很快就会好 哦 是 他没有耳洞 所以我们想看他十八岁的时候 要不要开耳洞 开 开是吧 嗯 他在做和尚的时候 跟人家打架 把人家对方耳朵打龙了 哦 这样 所以今世 他就是报应 就是没耳朵 耳朵听不见 是的 但是他会讲话 当然了 龙耳朵 这个听不见 这个还听得见一点 哦 对 他那个医生说 他是靠耳背的骨骨 耳骨来讲话的 对 就是震动 对 靠耳背的耳骨的震动 而不是靠耳膜 对 听得懂吗 知道 所以他听听人家讲话的声音 就是 孩子啊 你要吃饭了 你要听话了 他听进去都是这种声音 对 他前面也在问我台长讲什么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在后面是吧 对 他不愿意上来 他要是上来 我刚刚给他一加持 叫他马上听得见 很多 哦 是 他不愿意 他说 不要一上来 那下次再说吧 好好念经吧 好的 好吧 那我问一下 他要多少张 给他刷多少张 小房子还要 两千三百张 哦 好的 刷那个 放生 一千五百条鱼 哦 感恩师傅 好了 再问一个 是同宵的小孩 一二年的鼠龙男孩 看有没有 身上有灵性 站不起来 有 在腰上 哦 一个灵性 大灵性 在腰上 哦 叫他好好念 好吗 哦 小房子 至少六百张 哦 好吗 好 放生 这个灵性蛮大的 哦 而且影响他的食欲 哦 所以这个小孩子 吃饭非常不好 哦 对呀 对呀 不吃几乎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好了 还有一个 王人李金泽 才两岁八个月 今年不在的 叫什么名字啊 李母子 金色的金 呃 是江泽的泽 李金泽 对 江泽 呃 浙江的泽 呃 不是 呃 呃 三点水一个泽 三点水一个泽 一个药一个风 就是那个泽 什么字啊 呃 泽东的泽 哦 李金泽 对 哦 不该死的 很可怜 是我们当时 我们师兄都帮他祝宴 祝宴了 不该死的 他是被冤死鬼拉走的 哦 这样 人家拿他顶位了 哦 嗯 他现在还是在 忘食城啊 白天就出来 哦 晚上回去 很苦的 哦 你要给他念88张小房子 哦 好吧 好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刚刚你叫我看的啊 他现在来找你了啊 哦 我 你帮别人看就要帮别人背的 台上帮人家看病都要背的 哦 没有话讲的 我前天帮人家看 晚上 带着他 在下面逃 人家小鬼在追 没有办法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叫他自己念 哦 叫他自己念 好 88张 嗯 好了 下去吧 那我 不能再问了 不能再 我的功课 我的功课 不能再看了 不能再看了 没时间了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